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2点52分 跌161点 昨天还有在撑盘 是不是 早盘跌了177点 然后一路上去 收盘小跌41点 那今天完全看不到很明显的撑盘的动作 有没有撑 有 可是没有像昨天动作来得那么大 今天撑盘的动作比较小 你说没有撑吗 还是有 你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跌4块钱而已 占指数大概32点 34点 所以台积电有撑 可是没有那么用力 富邦金今天也有在撑盘 大盘跌160点 富邦金平盘 国泰金今天也是平盘 所以都有撑盘的动作 只是没有那么积极而已 联发科 今天也是有在撑啊 涨一块钱 也没有很积极 所以指数既然护盘的动作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OTC早盘大跌 反弹 下半场卖压又出来 收盘又跌了1% 昨天跌2% 今天跌1% 昨天是2.2% 两天加起来落到3% 基数两天落到3%也会很多哦 还是蛮多的 所以上礼拜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行情开始进入区间震荡的行情 记不记得 我上礼拜就讲了 原本在7月初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醒 每个月都有1000点的震荡幅度 7月上半月只有400点不够 所以下半月会把距离拉开 那果然拉开了到1100点 到了1100点我说 开始要进入反弹了 可是反弹过程中量一直矩 我说上涨量缩不是好现象 代表追价的动能不足 所以行情月线会站不上去 那果然这两天开始下来了 那整个行情其实就是区间震荡 我在这天出现的时候我就讲了 开始进入区间震荡 所以不要去堆太高 现在指标也开始做死亡交叉了 所以苦乱净雄 那这个下来要注意这两只脚会不会跌破 这两根都是200多点的红磅 这两只脚会刺破掉就再来摸底 这两只脚的位阶大概就在 17200点的地方 所以未来两天这两只脚要守 如果不守的话会再来摸底 那我个人觉得守可能一时啊 整体来说半年先应该还有机会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部分 道琼昨天跌了106点 纳斯达克涨0.1% 飞特报体小跌0.3% 其实美国股市一直都很稳 美国股市一直都在历史高点 所以是因为美国股市在历史高点 对全球股市会有一股稳定的作用 所以台北股市跌下去就会弹上来 跌下去就会弹上来 那现在要注意的是美国不能下去 美国如果一跌的话 那么全球的抗压性就会更差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台湾是最弱的 今天澳洲涨0.3% 南韩跌0.5% 那其他都红的 日本涨68点不多 香港涨294点 因为香港跌很深 大陆股市上阵涨1% 深圳涨0.8% 昨天台北股市是最弱的 因为昨天 很多人吓到了 昨天融资大减43亿 外资两天卖了150亿 外资两天卖150亿不多 可是融资一天少30亿 却是很多 所以昨天很多人吓到 吓到的原因是因为 OTC大跌了2.2% OTC跌2.2% 我在上礼拜已经提醒你了 提防小型股高档的补跌 提防小型股 OTC的补跌 你看在这两天就已经印证 我上礼拜的说法 那昨天融资少43亿 我就有兴趣了 到底投资人吓到在卖什么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人在卖什么股票 昨天融资增减的部分 我今天早上已经有计算过 你看昨天 减掉43%的融资 投资人在卖什么 彩经 友达 玉创 华邦店 天狱 散户啦 投资人都在卖电子股 增加的部分 因为有买就有卖 卖 卖电子股 买呢 长龙航空 长龙中钢 华航 中红龙钢 万海 中飞航 很显然的 昨天散户 卖电子股 抢进航运跟钢铁 这是昨天投资人的操作 你要说 知己知彼常购 百战百胜 当大多数人都这样做的时候 那这是提供给你 参考的一些数据 我们来看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成交量又是3508亿 第五天啊 第五天低于4000亿 今天电子股49.4% 航运股还是有32.4% 钢铁股从昨天的5% 掉到今天的3% 我们先来看一下钢铁股的部分 昨天钢铁股强了一天 今天又落下来了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 我说钢铁股 铁矿杀在破底 你要小心 可能有些人听不下去 行情分析是一个未来的东西 你看着眼前的数据在分析 不见得是对的 未来是变化的 所以你要有前瞻性 昨天铁矿砂跟金属的部分 全部都下跌 我们来看 昨天铜跌1% 铝跌1.1% 铁跌1.2% 灭跌了3% 铁矿砂昨天又破底 美国铁矿砂跌了2.9% 大陆铁矿砂跌了3% 这是昨天金属价格的部分 今天钢铁股普遍都是下跌的 我们看一下铁矿的部分 今天铁矿占了32%的比重 可是今天铁矿也不强 今天长龙又是开高走低 你看连续几天了 已经两星期了 长龙总是开高三低 开高三低 150元一直站不上去 已经两星期了 150元一直站不上去 你知道我今天特别去算了一下 外资从7月中 这一根大卖之后 连续到现在三星期的时间 外资卖长龙卖了多少 卖了10万张 不是外资卖而已 三大法人全部都卖 三大法人总共卖了14万张 却14万张 可是融资却是在增加的 因为大家一直在看什么 长龙半年报15块 长龙云收创历史新高 你一直在看一些东西 导致于你一直想要买 可是法人跟你站的立场是颠倒的 法人却是一直卖出 昨天又卖了2万张 但你看长龙半年报15块钱 股价现在在140 确实是很迷人 会吸引你下去买 我长龙的部分 你记不记得我在7月1号的时候跟你们提过 长龙的总市值3900亿 长龙总市值3900亿 长龙的总市值一兆1227亿 总资产才390亿 那我说长龙竟然比谁 并然比国泰金加富邦金 两个加起来快要差不多了 阳明总市值6500亿 竟然快要接近国泰金的总市值 万海7400亿 竟然接近了富邦金的总市值 人家富邦是整个大集团 这两大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集团 你一家万海竟然超过他的 竟然超过两大集团的市值 我当时讲的时候是在7月1号 让你超级比比 那有人说比那个有什么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股价会涨才重要 你看从我讲完之后 长龙从7月1号跌到现在 富邦金7月1号我讲完之后 富邦金从我讲完之后 7月1号拉上去创新高 国泰金也从我讲完之后 7月1号开始拉上去 一个上一个下 所以说比较之后 你就会有另外的想法 不会只是单纯贴近行情 长龙我跟大家讲过 价格是低了 可是暂时上面套牢很重 你看每天那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每天都30万兆40万兆 那每天都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代表什么 代表上面套很重 代表上面套很重 所以150一直上不去 所以一开始我在这天 跌50%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 开始进入区间 我不是走了两个礼拜 走了三个礼拜才告诉你 我第一天出现我就告诉你 开始进入区间 进入区间 你不要在区间的高去买 你要买可以等 有下来区间低的时候 你再去接 你看看指标 又修正到高档来了 所以长龙不是不能买 你等它低了 贴近区间低点的附近 你要买你再来买 有人说我看不懂 看不懂都看不懂 你认为我看不懂那也无所谓 那你就不要看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知道人类会进步 重点就是什么 懂得吸取别人的经验 转化为 你的知识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人类才会进步 我的节目 我的分析 我的内容 我30年的经验 如果你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那你就会成长 那你如果一直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或者跟别人要唱反调 人家这样说 你应该去唱反调 我也没意见 坦白说我也没意见 问题是有意义吗 你知道股票市场 我在市场已经30年了 30年前的投资人 大多数都被淘汰了 20年前的投资人 留下来也不多 10年前的投资人 留下来的 可能也淘汰掉一半 目前在市场上面交易的 大部分都是最近这5年 6年以内进场的 那你去想 再过个3年5年 你会不会被淘汰掉 很难说啊 我今天特别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今天特别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你知道市场有赢家就有输家 那谁是一定的赢家 券商收手续费 我们赢的 政府收 证交税 我们赢的 上市公司印股票换钞票 一张赢下去 几十万在赢 印股票换钞票 公司也一定赢的嘛 法人胜算大 主力胜算大 电视台媒体 收节目费 一定赢的啊 投顾老师还没一定赢的啊 很多分析师 做了这个工作 当你会员收的不够 没有办法打平 一段时间之后淘汰掉 也经常有 对 我在这个行业当分析师30年了 没有 27年啊 我民国83年 尽头顾当分析师的 我当分析师27年了 当时跟我一起当分析师的 到现在 留下来的可能 剩没几个啊 那其他事别淘汰掉了 所以分析师还不一定是 我们赢的哦 那你券商稳赢 政府稳赢 上市公司稳赢 法人稳赢 主力法人 胜算大 那请问谁来买单 你想这个问题嘛 贼都一定赢的 那谁来买单呢 所以在股票市场上面 你要很小心才可以啊 所以我说我在看行情 我不在看涨跌 我不在看强弱势 我是在看 找一个安全的投资机会 先把自己保护好 你再来看后面的投资 投资利益 符不符合 你进场投资的价值 所以投资人 你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啊 要能够笑到最后的 才是赢家 我就笑到最后面 才是贏的啦 才是真正的赢家啦 所以意思说 你看我的节目 或者你看别人的节目 你有很多的意见 其实都无所谓 问题是如果两年 三年之后 你也被淘汰掉了 那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还有意义吗 懂了没 那你看我的节目 我的经验 能够让你学习到一些东西 让你能够学到的东西 在市场上面进而能够赚到钱 这才有意义嘛 是不是 我今天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自己 想法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自己想法是怎么样 希望你们看我节目 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啦 这样你看节目才有意义嘛 否则你看节目 然后专门就是 想要去跟他反驳 那你到底又得到什么 不是吗 我一直跟大家讲 要买底部 不要去队关 这个行情 指数在区间 高的股票在修正 你要买底部的 才会安全 你看昨天强势的航运股 钢铁股 今天又落了 今天最弱的是什么 华航 昨天开盘一下要涨停板 长龙航 昨天一开盘就涨停板 那今天是不是又变弱了 我今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空运的运费调涨 固然是好事 可是人员运输 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航空公司要赚钱不容易 昨天谁会这样讲的 我看只有我而已 其他大多数都看到涨停 然后就讲运费调涨 获利会提升 油价跌 获利会提升 只会告诉你 光是运费涨不够 人员运输没有办法 恢复正常 要赚钱不简单 尤其这两根黑棒这么大根 这两根黑棒这么大根 这两根刀 这边咋会开 你看我昨天一讲完之后 今天马上就下跌5%了 所以经常我的分析不会说 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当然我的分析也不见得 一定都是对的 我只是把我的看到东西 跟大家分享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金融股有在撑盘 所以金融股相对是比较稳的 可是金额不大 金融股占成交比重只有2.8% 资金还不够 那电子股剩下49% 所以今天电子股普遍 还是处于缺少资金的状态 所以今天电子股也蛮弱的 你看涨高的 最近强势的连电不也下来了 对不对 不也下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指标高了你不要去堆 等于拉着说 那不是下来了 那下来OK啊 你如果要求拉接近这个平台价格 大概在57%附近 那个支撑还蛮强的 拉着就安全了嘛 你如果对关就很容易被套嘛 所以有时候看行情不是在看 今天强并不代表明天会强嘛 今天弱也不代表明天一定会弱嘛 你要看的是一个机会 今天联发客还蛮稳的 联发客本来就没有涨了 所以当时我是不是讲 联发客要涨 你指数联发客台积电 这种股票要涨 你指数要有足够的空间 指数没有足够空间 这个股票起不走 起不走它利多一直压抑 并不代表利多无用 只是利多什么时候发酵的问题而已 那现阶段指数的空间不够它用 所以你要做它就短进短出嘛 等到整个指数空间够它用的时候 联发客后面是会爆发的 那面板驱动IC 今天相对是比较强的 我今天看到面板驱动IC 连勇下来我也很欢迎 行情跌不是坏事 我经常讲 行情跌不是坏事 很多好股票 在行情跌的过程当中 你常有机会减到便宜嘛 不然它一直起 它一直在涨 你只能越追越高 追得高你赚得少嘛 那如果它愿意跌是好事啊 你就可以联合小的啊 我今天5.25也下去买啊 对我今天5.25也下去买啊 我在开盘前 我就通知VIP会员跟至尊会员 全包过来525块钱啊 那有些会员说 老师不过来 再去一开就去啊 我说有耐心 大盘相对比较弱 等5.25就对 真的买到了啊 那结果会员回报 老师我买到5.25了 那是不是就很高兴 买到之后5.25一下就涨到5.47 一涨上来 就17块钱 但收盘在5.31也不错啊 今天面板驱动IC的部分 你看细创涨了4% 敦泰才跌1%而已 我上一半就跟你说嘛 指标在高档不要追 等下来再买 面板驱动IC这一组下半年你都要注意 半年你都要注意啊 下半年你都要注意啊 面板驱动IC这一组在今年的爆发力是十足的 今年的爆发力是十足的 都是两倍三倍的成长 你看联永去年赚19块 今年上看55 西创去年11块 今年上看42块钱 敦泰古年赚4块钱 今年看30块 对那个获利都是几倍在翻的 本一比都在9倍以下 它的利多单大盘不好的时候 它的利多会被压抑会沉淀 那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它就会引爆嘛 所以指标高不要去堆 等一堆 你就可以特别注意了嘛 你就可以去低接它了嘛 所以下半年面板驱动IC这一组 你一定要注意才可以 这是下半年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南亚科今天也跌 威钢 你看上礼拜威钢在长的时候 我不是跟大家讲 这两支这么大支就 这支刷没量 等压回在低接 你看是不是下来了 你们都说 强势林的叫人家等低接 还没来啊 那不是下来给你了 有时候等待是一种艺术啊 你忍得住 不用去追高 等到价格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减便宜了 那可能你会想要 如果没回来呢 那没回来就做别之 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谁规定说非它不行的 那总而言之 你不要去追高 自然你不用去承担 跌下来的风险 群联 是不是下来了 今天除息 都要好啊 都要可以找几点缺 这今年一国买 炭40块的公司啊 半年报就已经赚了两个股本了啊 这个下来 今天除息 这下来也是 可以注意的标的啊 反正我会比较注意这一支 创建我会比较注意 今年上半年 每股获利已经3.2了 上半年获利就已经3.2 今年每股获利应该有 回到105年 106年 赚6块钱的实力 那今年如果能够回到 赚6块钱的实力的话 那105年 106年赚6块钱的时候 股价在多少 只有100块呢 105年 106年赚6块钱的时候 股价在100 那今年又回到赚6块钱的实力 股价才70几块钱而已 而且你看他多 他今年以来 你看他今年以来 今年以来他几乎是没有涨的哦 今年以来基属去 三四千点嘛 它是都没去的哦 可是他今年获利是 比去年翻倍的 去年获利才2.79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3块多了 今年获利恐怕会翻一倍 可是股价反而是没有涨的 记忆体今年的行情普遍都不错 大家都起得很高 那反而他是没有涨的 水中股票本身安全 后面补涨的机会是大的 所以我说我在找的都是一个安全的赚钱机会 贪大钱要不发酵 那这种行情在稳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你都可以赚到钱嘛对不对 面板股这两天其实都还蛮稳的 这两天大盘跌了 连跌两天 面板股反而是比较稳的 那群创我跟大家讲过 群创这些把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这个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会不会来补 缺口如果不补 那就是一个超强式的行情 今年面板的爆发性也是十足 半年爆都已经3.3 3.2 财经比较差 1.9 所以有人说你之前不是先看好财经 怎么现在变成看好群创 因为之前看好财经的原因是因为 财经跟大陆的冲突比较小 因为它是中小尺寸 那友达群创是电视的大尺寸 跟大陆的正面交锋是比较直接的 那可是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因为他们价格已经都变一样了 你看之前财经是不是 我看好财经的时候 财经是不是比较抗跌对不对 财经是不是没有破低点 那群创跟友达都破低点了 之前财经是比较强的 那现在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友达群创都赚到 因为价钱都一样了 友达群创都赚到3块钱 财经只有赚到1块9 那既然是价格一样 获利差了1块钱 那当然是选择赚比较多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现阶段在面板的部分 我相对会看好群创 那群创今年 这个礼拜的重点在哪里 这礼拜重点在跳空缺口 会不会补 如果跳空缺口不补 那这个就是突破缺口 我之前有教过你们 尽情有在我们教过 缺口有三个 突破逃逸捷径 如果是还有一个普通缺口 如果是普通缺口 缺口出现 5日内都会补掉 所以5日内补掉的缺口 叫普通缺口 那代表行情是盘局 所以说你在看行情 开高开低的时候 缺口回来补不补 一补掉 不管开高或开低 只要缺口补掉 行情就是盘局了 那如果开高或开低 5日之内都不回来补 那就是单边行情会发动 所以群创 你看最简单的 我们现学现卖 你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大跌 感觉要崩下去 可是5日之内拉上来把它补掉 那代表这个缺口是普通缺口 那既然是普通缺口 代表它开始进入盘局 后面是不是盘了 所以缺口的判断 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目前群创也出了一个 打了一个小底 出了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会不会成 突破缺口 有待后面几天来做判断 所以这个礼拜 如果这个缺口一直补不掉的话 让这个缺口一流下来 它变成突破缺口的时候 然后面就有好戏可以看 那如果缺口补掉呢 那就变成继续盘而已 继续盘价格也很便宜 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所以面板的部分群创 可以特别注意 对 深风跟南地还在打底 好 再看一下 不要急得进去 再看一下 最近比特币在大涨 比特币已经来到4.5万美元了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部分 最近比特币在大涨 比特币已经来到 今天早上节目里面有看过 简单来看一下 比特币目前最新的报价 45463美元 今天涨了4.7% 最新的报价今天涨4.7% 那比特币涨4.7% 比特币概念股 我今天要谈的是华硕 华硕昨天营收 似乎不大妙 很多人看到这个营收 6月479亿 7月剩下375亿 掉了21% 所以很多人解读 就会认为说 是不是电脑销售已经开始 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营收一个月掉21% 如果没有那么好 今天不会只跌2块半 我今天早上节目里面 我特别把这个资料给大家看 你要投资一家公司 你要对人家有真的深入的了解 这是华硕五年来营收的分布图 你有没有看到 每年3月6月9月 营收都会突然拉高 然后1月4月7月11月10月 1470营收都突然掉下来 这是它的特色 3692它会有季节性的营收调整 所以这三个月营收都会突然拉高 那拉高之后 次月份1470营收都会掉比较低 然后紧接着258营收又会拉高 每年9月份是当年营收最高的 所以它在6月份出现471的营收 我跟你讲9月的营收还会比6月更高 因为它每年固定 9月营收都是最高 因为季节性调 因为有时候 因为华硕的商品很多 电脑 笔电 手机 显卡 主机板很多 还有它很多转投资的子公司 那有些没有办法在每个月固定回来的 固定很精准计算的 全部都会在9月份做季度的调整 所以3692营收都会拉得特别高 那次月份都会掉下来 所以7月营收掉本来就是预期中的 本来就是预期中的 那8月份我也可以跟你讲 8月9月2个月营收又会拉高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去单纯看一个数字 然后去做判断 你要去了解人家实际常态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市场杂音很多 那公司在法硕上面已经特别表示了 下半年公司看好比上半年更好 明年也会比今年不会太差 而且目前手中已经掌握到订单 在下半年的部分是不错的 就看你要相信公司的说法 还是要相信法人的说法 法人说法准还是公司的说法准 公司手中握的订单 他们随时在接触的市场 公司的准确度高呢 还是法人准确度高 法人没有什么准确度啦 法人就是发布出来给散户看 然后想办法从他报告里面 透过散户能够赚到钱嘛 对不对 所以经常讲法人的分析 你不要尽兴 你也叫法人害羞啊 所以华硕明天 要发布半年报 半年报发布出来 如果每股获利真的如预期的话 就开始动了 所以今天也正好利用 其实像华硕这种情况的公司有好几家 像华硕这种情况公司有好几家 对不对 六四八万环球金也是 季度调整三六九十二都会比较高 因为环球金它是走合约价 那走合约价 它跟厂商 跟它的客户定的合约 有时候是一季 你要至少要拿多少 那你要客户不会把东西 拿来摆在仓库嘛 对不对 所以它会依照随时生产 生产线的运作 慢慢拿慢慢拿 那到了季底的时候 就会一次把不足的 或者拿不够的一次全部都提货 所以你去看环球金的营收分布图 它也是三六九十二都会拉高 次月份都会掉下来 只是掉下来的幅度大小而已 有好几家啦 包含做智慧财产权的 做智慧财产权的情况也是一样 细智财的 细智财的情况也是一样 肩下跌好啊 看到很多我们锁定的股票 买点来 你看国具 国具跌不是很好 我六八十五块 叫你不要去堆啊 也是很多人在笑啊 外资已经看那么高了 你那一眼还看它会跌 那现在不是跌给你看啊 那跌好啊 再跌深一点啊 再跌深一点我们就可以捡便宜货啦 那有点耐心 耐心够 你就能够等到你预期的价位 我要买几块的 我要买几块钱了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了 等到价格来我就会出手了 再有耐心一点再等一下 再有耐心一点再等一下 如果它没有那么值钱 就光是人为因素把它炒很高 那到最后你要主力一放手 它一定还是会回来 它拥有的价值嘛 所以像这种股票 你就要很小心不要去堆关 最高你就会中奖 你看中华汽车 我上星期说的跌了十三块 我说半年把我估大概四块六 果然发布出来四点六七 那这样一上来就十几趴了 那这两天跌 跌当然它也会跌啊 可是它会比较抗跌嘛 对不对 因为今年至少八块钱以上没问题 每股净值七八点五 所以这些涉了涉不得多 相对的只要大盘一稳 它的攻击也会来得比较快 那这个是不是安全的投资机会 你看环球经也是啊 我对比信越跟胜高给大家看了嘛 信越胜高都已经跌到 今年的起涨点了 那时候我讲的时候还在九百多嘛 那现在是不是慢慢下来了 今天是那八百二十八了 所以你要有前瞻性啊 多去评估的未来 不是一直看眼前跟看过去 眼前过去都是过去式 未来的前瞻 才能够提供给你赚钱的机会嘛 泰伯这两天也下来啊 我觉得下来也很好啊 这都要也很好啊 今年上半年每股获利12块钱 依照公司的说法 下半年的成长 会比上半年多两位数的成长 所以两位数就10%以上 那如果说下半年的成长是 会多两位数的成长 那上半年12块钱 那今年至少24块钱起跳嘛 那24块钱起跳 那24块钱起跳 去年17块去到300 今年二十四块 那这高级200就太胜了 大盘跌 它被压回来也正常啊 那也提供给你减贫有好机会嘛 这刷得不刷得对下去了 而且大股东 大老板买了2.8亿 平均成本大概在225元啊 那老板225元 没人就没在怕 那你在怕什么 你知道吗 今天所有12月的营收 今天所有7月营收 全部会发布完毕 那接下来 这个礼拜 所有半年报都会发布完毕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行情里面 这些财报数据 去找底部的 找底部的 尤其赚大钱的 除了风险想要以外 相对的 你的利润空间 就会来得比较大 那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